魏家走后 元成把这事对墨子说了 还有和大囚勾结的人吗 墨子惊讶道 繁华之下千疮百孔 但谁都不能否认 大周皇帝之仁德 只是君之人 难压臣之贪 手足相残之后 如果再遇内斗 有些话 不必说得太直接 他知道 他明白 圣极必衰是自然规律 我们生命有限 只能活在当下 不然 睡不着觉 就在此时 大囚王乌颜妾的船 也进入了大周境 照他所许诺的一船百人 除了影位护身 没有带一兵一卒 随行地 还有英妃 大宰相 王休息了吗 英妃来送补汤 刚走出来的端格尔风 垂首 仍在看书 娘娘来得正好 还请劝 还请劝王上早些休息 他哪里是听人劝的 英妃三个月前 产下一子 而湘飞倒台 她已已然是后宫之首 比起 比起 娇横插手 朝政的湘飞来 安守后宫的她 得到群臣的赞美和支持 王如今 对娘娘的话 还是听得尽一二的 端格尔风 也满意湘飞的安分守己 湘飞 湘燕然而笑 扬声道 网上 臣妾熬了补汤 可否拿进去 但听乌妍妾一声进来 端格尔风摸着白胡子 走了 乌妍妾抬头 没有笑的心情 你刚生完孩子 应该多休息 为了表示和谈的善意 他带了英妃来 王喝了这汤 臣妾就去休息 英妃送上汤碗 乌妍妾喝完 去吧 养足了精神 才能帮姑赢了这一场 英妃突然面露难色 怎么 乌妍妾问道 王 有件事憋在臣妾心里 挺难受的 能问问吗 英妃柔声轻语 问吧 乌妍妍妾看着她 英妃的好 在于她从不给她压力 无论是感情 还是国事 听说 此次元相带夫人同行 臣妾定会与她碰面 不知可否让臣妾试试 为王挽回她的心 英妃垂眸 挽回 哈哈哈哈 乌妍妾先笑了两声 又瞬间目光紧脸 她以为另一个男人生子 如此无情 孤何必眨恋恋 话冷 心痛 英妃不再多说 退出去 青眼门的同时 嘴角翘了上去 秋风卷红叶 落日难晚 仍是当年好景 墨子在船头看着西山 想起元成邀他听拳的事来 元氏一族已平反 皇帝派专人修弃拳种 设中一词 盖西山寺 由僧人 长继长扫 元成手一指 看到吗 那是大雄宝殿的琉璃瓦 这时 墨子就见一道金光 感慨道 正是大洲皇帝重感情 我们才能相信他 将三国会晤放在上都 重感情 也恰恰是他最大的弱点 当敌人环似四周之时 他会蒙蔽他的双眼 看不清真正的危险 元成的政治嗅觉 十分灵敏 早在几年前 就已经钻过大洲官场的空子 如鱼得水过了一段太平日子 而也正是那段日子 成就了他的爱情 你会提醒他吗 大洲官场 除了少数正职的个人 包括萧家在内 结党营私 官官相护 让权力腐化的现象 已经十分普遍 你以为他不知道 元成望着夕阳远景 冰冻三尺 非一日之寒 他既然不能痛下狠手 就只能慢慢周旋 以一方制衡另一方 但这等权疑之计 能缓一时 不能根除弊病 最终一方强横霸权 导致法治崩塌 灾难就会一个接一个 催垮大洲王朝 然后像难得一样 出现暴君 暴臣 暴民 而且 大洲后继无人 萧明柔的意外流产 万众期待的 惠妃生了公主 大洲只有一个年幼的小皇子 我现在想想 皇帝不但是人隽 在女色上 也挺节制 周帝算不算 生不逢时 比起御灵难得的国君 确实不荒淫无道 不过 中国自有一句古话 你不杀伯人 伯人因你而死 人君辞臣 能守太平 人君恶臣 国本不在 你看着岸边肥田风谷 但农人穿得破衣烂衫 面色凄苦 已是警诏了 皇帝难得才出宫门 即便出来 也是浩浩荡荡 早就经过事先清场 看不到这番景象 墨子叹息 这是旁人使不上力的 传入关港 看到黄灿灿的碾架 就知道皇帝亲自来迎 墨子有点奇怪 看着宁目眺望的园城说道 从很早以前我就发现 皇帝对你特别宽淡 你不觉得吗 一个难得的亲命要犯 大洲最沉的孩子 皇帝不但饶元城死罪 还封了太学博士 华一和牵牛卫 说是监视他 更像保护他 而且官路亨通 稍稍立功就网大了赏 面对行刺事件 义无反顾 便相信他是遭人陷害 比任何人都坚定 之后又派兵增援 又主持和谈 虽然因为情势 但也是基于元城的要求之上 有吗 元城淡淡反问 又答得模棱两可 运气好 可能苦尽该来了 墨子笑 置之死地而后生 元城看过那一张张熟人脸 墨子 你还记得我曾说过 乱世是可以洗清过往 重新开始的契机 啊 记得 旌旗飘扬 鼓乐声响 墨子瞧着热闹 现在开始收割了 夫人 元城眉挑眸弯 我们的心声 墨子会心微笑 可不是 元城和他以这样的身份 回到上都 恐怕是很多人 没有想到的 刘宁等在船下 一看到元城和墨子 满面春风 连忙上来见礼 司空大人 夫人 一路辛苦 多谢刘公公亲来引路 劳烦 元城轻轻点头 不是他摆架子 而是此次代表宋帝 不得不注意到身份 不敢 刘宁也做足礼数 司空大人和夫人 还请跟我来 百官列两旁 多数人曾见过元城和墨子 此时再次见到 便是不情愿 也不由在心中赞叹 元城头戴象牙白玉冠 一根雅致而高贵的乌金簪 身穿紫墨锦袍 鸟金鹤银松 宽支腰带上 坠一枚紫红球 球中引有五彩流光 再看墨子 日出东升淡粉袍 云霞子泥牡丹裙 也只带了一件事物 发尖一颈蓝孔雀 半开平 金丝羽毛 绿宝石尾 随风微颤 明明衣着不繁复 事物不琳琅 但两人徐徐走来 不疏于帝王帝后之尊 令人不敢直视 突然 那些抱着轻视心态的人 有点畏缩 尤其当他们看到 皇帝走下龙椅 袁司空 就别重逢 朕今日心中大喜呀 皇帝脸上 止不住笑意 拍拍元成的肩膀 皇上近来可好 元成问候 皇帝一边说好 一边看着墨子 丫头 就你变化大 又为人妻 又为人母 只不知 这嘴皮子是不是 还跟以前一样会说话 墨子笑答 会不会跟以前一样 墨子不敢说 倒是变笨了 也唠叨了 哦 皇帝好奇 如何笨法 那可不能当着 这么多人的面说 墨子眨眨眼 皇帝哈哈笑 哈哈哈哈 朕瞧你这丫头 还是机灵得很 说吧 想朕摆玉宴 为你们接风洗尘 还是想着 上都哪里好吃的 今日 朕一律奉陪到底 百官皆惊 李王立刻进言 皇上万金之体 臣等又无准备 怎能在宫外酒楼中用膳 还是回宫中的好 说吧 就给元城识眼色 偏元城只看 自己老婆的眼色 半字不吐 墨子则看皇帝的眼色 在他无声说出 月饼两字时 轻咳一声 咳咳咳 若皇上真心允我做主 我想去望秋楼 好 主随刻便 就去望秋楼 当个皇帝不容易 听闻望秋楼这么久 今天才有机会 游一游实地 群臣盲喊 皇上不可 你们各自散了吧 不必跟从 若是还有意义 写折子递上来 皇帝让刘宁背车架 其实都是事先盘算好的 刘宁叫来两架 普通的马车 皇帝拉着元城一架 墨子和小姨一架 甩下面面相去的官员们走了 小姨有些兴奋 我还以为咱们再不会回来了 只要大洲和宋帝不打仗 回来还是方便的 墨子先帘子往外瞧 怎么街上的人少了 以前这边走马车很慢的 外头暂尽就说 宋帝鼓励流亡在外面的百姓回乡 只要有人或文书能证实身份 就能拿回从前的田地房屋 所以很多御灵和南德人都离开了大洲 大洲虽然接纳了两国的难民 但对待上毕竟有别于本土的老百姓 种地的拿不到好田 干体力活的银子少一半 像科考这些 临时户籍是不被接受的 还有不少大洲人 对难民十分苛待歧视 处处针锋相对 引发深层纠纷 闹出过人命 这就是理想和现实的区别 墨子虽然出过主意 可也只能是主意而已 大洲朝廷 苗样不苗神 实在跟他一点关系也没有 小一不管这些 不知道小姐在不在楼里 求三娘不在望秋楼 她不在 岑二在 岑二让刘宁叫出来 不对穿龙袍的皇帝发呆 但看墨子和小一时 激动地说不出话来 这不是做梦吧 小一笑咪咪 要不我拿剑划你一刀 疼就不是做梦 怎么回事 母狮一声吼 从大门里传出 脚步声急冲 墨子看看小一 小一看看墨子 两人同时说 不会吧 一个身穿绿裙的小妇人 秀丽的脸上挂着果感 毫无巨异 一边看岑二是否完好无损 一边说道 望秋楼声明远播 客人至上 有话前好好说 我们尽量 相公没事 瞄一眼闹逝者 再瞄一眼 接着大叫一声 你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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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是做梦吧 这算是 敷畅 敷畅 墨子看着小妇人 绿菊 小一眼睛溜达 嫁得好 本来肥水不流外人甜 绿菊 闹了个大红脸 呸 什么乱七八糟的花 我肥吗 岑二 黑黑直乐 我求了好几年 绿菊才点的头 你俩说恭喜就行了 墨子小一 琪琪说恭喜 皇上 这是我的小姐妹 能让我跟她说会儿话吗 你们先吃着 墨子又对看热闹的皇帝说 岑二才想起这个大贵客 连忙带绿菊跪了 心里紧张 但面上却很沉着 说话无比机灵 大唐客多 小的领皇上走贵宾道 风夜红了 秋阁正好能看景 又很僻景 不知如何 皇帝挺喜欢 丫头 和你一起的人 似乎都有几分本事 你聊着吧 横竖你相公 坐在我这儿 不怕你跑了 墨子看看元成 元成汗手微笑 岑二带人走 所谓的贵宾道去了 其实就是偏门 但对着九五之尊 可不能那么说 绿菊把墨子和小一 领到望秋楼 斜队门的宅子里 宅子三进的 有前有后 有堂有楼 十分大气 仆人丫头还不少 见绿菊就叫奶奶 墨子笑 哎哟 了不得啊 不得了 才多久不见呢 就这么气派了 你拼命在私房前那会儿 就说要当老板娘来着 谁想到 细言成真 日子过得好吗 绿菊眼角 有点洗泪光 好好好 三个好 真正好 你俩离得远 所以还不知道 照亮照掌室 带了三船的货回来 东西都卖疯了 咱们不是凑了份子 放了二三十份 我记得你当时 出的最多 莫子心算一下 万两户了 岑二奶奶 绿菊不否认 咱们奶奶 还给了我五千两的嫁妆 我公公 大哥 和我相公 都放了自由身 奶奶让出 望秋楼七分的 本钱银子 由岑家田老 当大东家 如今 她只收年底的 奋力赚银 求三娘 已经高飞了 夜桥心亭 灯火仍美 莫子看园城 左右手下棋 小姨喂鱼 暂尽抱剑 向着木桥 唉 当初走的时候 我没想过 还会回来 莫子感慨 只不过这回 原府被作为 迎宾馆来使用 不知道我们 离开的方法 让人识破没有 识不识破都无妨 这回用不上 光明正大来的 光明正大走 这是原城的打算 莫子挑挑眉 你让我用 我都用不了 没潜艇 现造也来不及 说话间 她看到苏兰 从桥那头走来 她步子很快 似乎有事 待在上都这段日子 恐怕不会有太多 平静的夜晚 司空大人 隔部送来加急剑 苏兰是隔部侍郎 在李燕手下做事 此次随原城张震 入上都和谈 所为和事 原城问 密剑 下官不知 苏兰地上信件 莫子移了灯来 为原城照亮 原城看罢 神色不动 把信烧了 不过是密探 照常回报 无甚大事 苏大人陪我下盘棋 如何 原城的密探 只对他传递消息 别人拆遣不得 所以李燕 把密信送来给他拆月 苏兰说好 苏大人从前 在大囚经商 应该走过不少地方 可曾听闻 东美阁 原城一子落 苏兰烧正 随即说道 嗯 那是大都酒铺 好 我本不抱期望 却想不到 苏大人是知道的 原城有些意外 莫子也曾在大囚呆过 但是他从来没听过 这个东美阁 难免露出疑惑的神情 苏兰看出来 不问自答 我知道东美阁 还是因为夫人 莫子诧异 啊 因为我 不问自答 感谢观看